端午江至凤林镇公所19号上午在凤林镇代表会旁边的广场 举办了温馨仲夏勤凤林妈妈馨端午节包粽子的比赛 吸引来自全镇各机关学校民众数百人共享盛举 凤林镇长肖文龙表示 端午节江至感谢凤林镇生活美学协助会 办理这一次的端午节包粽子比赛活动 也谢谢各里长代表以及学校师长的热情相挺 他也预祝所有在场的民众端午佳节愉快 凤林镇端午包粽比赛已经有多年的文化了 凤林镇公所秘书更是亲率正公所男性同仁组成队伍下场竞技 在全场清一色都是女性选手之下 男性就选得特别突出 镇公所秘书说经过多年的练习 这一天是相当的有信心 我们今天是最标准的 最标准的 肖镇长也表示绑纵只是客家人的传统文化 这样的优良文化正公所是相当的推崇以及赞成 也会持续的来跟大家共享盛聚 每年都来参加我们党粽子的比赛 大家知道党粽子是我们客家人的传统美食文化 粽子也可以当个顿餐来吃 也可以当个点心 是一个相当好的美食 那我们这个良好的文化 我想我们不应该把它断产 所以说我们每年后名正公所都有在办 也很感谢大家来共享盛聚 希望说等一下比赛的时候 大家绑的众子漂亮一点 最少要比我们后名正公所的漂亮 每一队全员都拿出了浑身解数 希望能够拿出最好的成绩 一组四个人20克粽子一下就完成 果然僵尸老得辣 看到婆婆妈妈包起粽子来 易如反掌 而正公所男性同仁也表示 原来包粽子这么不容易 还是努力吃粽子好了 记得林杰峰林郑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